因為許光漢他雖然也長得帥 但是因為他笑起來的那個 陽光的笑容 讓他覺得很有魅力這樣 給他幾分 他感情 評價是我評價的 他無法評價的帥 真的被迷倒了 南韓啦啦隊女生李多慧 現身同學來了錄影 而日前李多慧曾透露 自己的理想心是許光漢 當被問到原因時 他這樣說 我其實喜歡這種表情 印象很好的人 我喜歡這種表情 當時選擇了 我選了 那個時候錄節目的時候 出去拿給他選 然後裡面就他覺得許光漢就是 最重他的意這樣子 所以他就選了 那個版本本來沒有我們兩個啦 所以如果有的話說不定 說不定他也是選許光漢 正面一點 對 會是光漢的帥嗎 這個高眼睛嗎 喔 雖然眼睛也很帥 笑得很漂亮 因為許光漢他雖然也長得帥 但是因為他笑起來的那個 那個陽光的笑容 讓他覺得很有魅力這樣 對他情分 他感情 評價呢 我評價可以不成功 他無法評價的帥這樣 對 這張秀的回答真是太可愛了 而李多慧也將與林湘 在樂天主場首次同胎 既期待又緊張的他 忍不住向對方喊話 林湘 我欣賞你 我還沒看到一遍 我太期待了 而且我只看了 我只看了一遍 我只看了一遍 我太期待了 這次的土曜日 我太期待了 因為他跟林湘 之前只有在那個 IG上面有見過面這樣子 然後想要趕快 就是見到林湘本人 然後他也很期待 禮拜六的比賽這樣子 謝謝大家 相信粉絲們也期待 在球場看到李多慧 而當被問到 最想吃什麼台灣美食 他則這樣說 還沒吃過很多台灣的美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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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MC們 有哪些地方有提供的地方 有提供的地方嗎 對 就是因為他現在 還沒吃過很多台灣的美食 然後希望之後 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吃台灣的美食這樣子 台灣媽媽的菜做得也不錯 利東媽媽會做菜嗎 會喔 對 利東媽媽會炒飯 利東會炒飯 記者 大哥 因為你從我後面發出聲音 很像是我講的 我會講自己會炒飯嗎 其實平安心講炒飯我也是會 而且他都是蒜味香腸的 什麼啦 口味比較重 我想問一下多分上次離開 然後就是三晚就有 一些網友誤會 那想問一下就多會 什麼 是有什麼小段粉絲說的 那個Instagram 公佈不成功 公佈不成功 因為他的IG有點怪怪的 所以那個限動就跑掉了這樣子 然後希望大家就不要誤會 他沒有就是忽略粉絲的意思這樣子 嗯 完全 VIDEO DIYES 電腦 其他人 隨意 電腦 叫 嗨 電腦 女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